欢迎收听由懒人青叔为您独家录制的武侠小说《龙蛇演绎》 作者 梦露神机 郭家 周弘扬 第101集 上一集我们讲到王超对战太极大使陈天雷 只见陈天雷走到离王超还有两步的距离便停了下来 手一摆那意思就是请吧 王超也摆了个请的姿势 只见陈天雷眼睛骤然一睁 衣服起伏如波浪 肌肉筋络拉动 咯咯的紧绷 随后缓缓的吐气开声 鼓腹如雷 只见他腹部 每一声雷鸣 脚下的青砖就发出咔嚓一响 归裂成无数的细纹 与此同时 他身体也略微下陷 似乎脚下的大地是泥潭 承受不住他的重量似的 王超看得仔细 陈天雷每一声腹部运气闷鸣 都是九指抠地 然后微微下坐 一提一放一坐 这一提一放一坐 尽力如同千金坠 外人丝毫看不住他身体动了 脚下的青砖就已自动崩开 这功夫已经是到了不动而动的上乘境界 正是皮不动 相不动 筋骨动 血肉动的境界 这哪里还有他说的什么年老体衰不能打了 分明这家伙就是在扮猪吃老虎 动起手来 只怕比马华骏徐本良和伊满川都有厉害许多 这人的功夫已经与陈山明不相上下了 不愧是陈家高出类的群士 只听得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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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砰 一连九下 陈天雷的整个脚掌都陷入了地面 威势是猛烈无所 王超在陈天雷第九下发劲的时候 突然闭上了自己的眼睛 两脚八字钉地 心意刹那放空 两手捏锤 突然沉重无比 就好像是多了个轻骨大球似的 在外人看来 王超手臂上的青黑颜色突然在捏成空垂的时候 便消退得无影无踪 显露出原本的白里透着微红的样子 呼噜 如同平地一门巨炮轰响 陈天雷脚下碎石飞溅 泥土翻滚 整个院子的两组都发出了嘎嘎的声音 就好像被震得要塌了一样 上步搬拦锤 陈天雷一瞬间发尽 一锤击出就好似个太古巨人 手提着山岳一般大的巨锤朝着王朝边横扫过去 顿时院子里面是进风呜呜作响 踏风如剑 刮得所有人的衣服都是烈烈抖动 这一锤之味竟猛烈如死 本来在任何大斗之中 陈天雷的功夫再高 也发挥不出来这样的功力 高手相搏 胜负往往在一瞬之前 哪里会给你这么长时间调整身体 继续尽力 陈天雷的这一锤 从开始发尽到出拳 一共经过了十多秒 这么长的时间 若是真的打斗 早就被人杀死三四十次了 但是他刚刚跟王朝说好的 是只拼硬尽 所以便争取了这么多的时间 与此同时 王朝也同样一记上步搬拦锤 便赢了少计 顿时 大地再次震动 这炮力助锤势 太极的硬功夫 只有在决定高手身上 才能够体现得出来 可王朝的这一拳 却没有带起任何的进风 而是缓慢击触 在移动之间 就好像手臂上压了一座大山似的 只见两人的手臂碰撞在一起 随后整个衣服袖子就全部粉碎 碰撞之处是水花四溅 就好像炸开了水龙似的 这些水花是刹那间两人按进毛孔中带出的汗水 碰撞之后 王朝闷哼了一声 一连退了八步 这才站稳 他每退一步 脚下都露出了一个深深的湿淋淋的脚印 脚下的鞋子也一块块的脱落 就像个叫花子似的 他穿的本来是军用皮鞋 质量很好 但是这八步践踏 立贯脚下 你就算是铁鞋都会被震裂 更何况是皮鞋 陈天雷也好不了多少 他脚下本来穿的是布鞋 此刻也像是炮糟了一样 腐朽般的烂条 两只脚丫子已经光了 手臂上的袖子衣服也没了 东一块西一块的挂的 王朝一锤硬拼过后 只觉得全身筋骨被狠狠的拧了一把 立刻就要散架似的 软绵绵的 难以再提起力气 而陈天雷则是脸色血红 猴杰咕隆了一下 似乎在吞咽什么东西 王朝在他张口吐气的瞬间竟隐约闻到了一点点的腥味 看到对方这一系列细微的动作 王朝就立刻判断出 陈天雷的内脏一伤 刚刚是一口血涌了出来 但是被强行吞了下去 随后 王朝精神一震 脚步一滑 深吸一口气 强其尽力 大吼毒雷 便抢到了陈天雷的面前 随后一记栽锤是冲棍而下 第二锤了 陈师傅 王朝费力强大 已经到了内室之境 刚刚那一锤硬拼 并没有震到内脏 此刻的陈天雷 脸色平静如水 见此便以轴底锤上迎 两下碰撞 碰的一声 王朝一下子退了两步 而他就退了三步 第三锤了 陈师傅 王朝仪仗着在海底锻炼出来 那强横的体力和坚韧的耐力 以及比对方年轻二十多岁的巅峰体魄 再次抢先发动了攻击 海底崩 止吹当 王朝贴身而上 短禁爆发 以海底崩的翼 打出了止当锤的劲 一刹那 他好像人又在海底一般 四周压力庞大 暗流涌动 要竭尽全力 才能稳得住自己的身体 周围的空气 此刻已变成凶猛沉重的海水 在海水之中 身体游动 把水当成空气一般的轻松 在陆地之上 身体沉稳 把空气当成水一样的重压 是真真 假假 假假真真 一瞬间 王朝好像摸到了一种很玄的境界 只听得轰隆一声 又是一记 硬锤碰撞 陈天雷一蹦不动 但脊椎骨却发出了与房梁一样不堪重负的歌之声 喉咙再次抖动一下 王朝又闻到了更重的血腥气 就在王朝正在发第四锤的时候 两个声音同时说出了口 一下便闪到了陈天雷的面前 碰的一把将陈天雷拉到自己的身后 够了 你的武功精纯入化 已经是一代宗师 不要咄咄逼人 接下来的两锤就由我来接吧 王朝定睛一看 其中一个身穿暗红色衣服 方面大耳 此人正是天经宋氏行义门的掌门宋安然 另一个眼睛深陷 眉目稀松 此人正是这里的东道主 一拳大师 王连云 王朝尽此情景 一瞬间就知道了 这两个人看似是拉架 制止比武 其实是在拉偏架 于是在两人话音还未落下 一口气刚断 心气没有吸尽的时候 是突然出手 来得好 同时浑身抖动 好像是咬到了猎物的鳄鱼 借助身体力量的抖丝 要将猎物一下四分五裂死 这两人没有料到 王朝出手竟这么果断 不留情面 刚吸完气 就觉得是近风扑面 狂飙突卷 两个拳头 在眼光的余光中迅速扩大 宛如山岳一般 便撞击过来 我来 你退 说话之间 宋安然身躯起伏 整个人仿佛变得笨重蹒跚 就好像是头满身脂肪 肥嘟嘟胖乎乎沉甸甸的 大灰熊 但是他这一拳劈下 手臂却如飞鸟一样灵活快捷 庄子曾说过 雄精鸟身 这招是北派形役中最为凌厉 最为神秘的绝招 叫雄精合击 砰的一声 王朝这一锤便被拦截下来 手臂碰撞 只感觉到宋安然的身体 窥然不动 沉稳无比 同时对方的一批一抓 竟握到了自己的空锤之上 王朝见此不惊烦喜 哈哈大吼道 哈哈哈哈 好功夫 驱干如老熊 手臂四鹰鸟 此时的王朝全身血液沸腾 战意波发 空锤突然一松 五指平身暴涨 化成蟒蛇大头 另一手 螺旋翻转 一抱 一脚 同时腰力扭胯 贴身便缠绕了上去 这一是巨蟒缠身 绞杀技 不是蛇形拳法 而是龙蛇合肌中的贴身擒拿 是用在与人扭在一起的杀刀 这是唐紫辰综合了摔跤 关节技 分筋错骨 柔术 更掺杂了太极拳动的精药 盘内打人 盘外推人的秘诀 一起创造出来的 这盘指的是人的骨盆 只见王朝整个人双腿盘卷而起 竟全部绞在了宋安然的身上 突然间的一个发劲 此时的宋安然是两眼圆睁 知觉的自己好像是被一条巨大的猛蛇紧紧的缠绕 尤其是他的胸口被王朝的肘部一下猛烈的压迫 肺已无法呼吸 似乎这一下子就处于真空之中 同时脖子紧紧的孤度 全身各处血管都被强烈的挤压 只听得轰隆一声 宋安然是两眼一黑 魁梧的身材 山一般的便跌倒了下去 见宋安然倒下晕死 一动不动 胸口只有微弱的心跳 根本就不是个练武多年的高手 显然是受了不小的伤害 屁啦啪啦 骨节肌肉崩响 王朝手脚并用 仿佛舌弹尾标起 一个侯月便腾出了三四米开外 调整了一下呼吸 眼中亮光一闪 看着在场还剩下的白仙勇 王连云 戴奴等人 哈哈哈哈 还有谁来 我一一接着就是 王朝哈哈大笑两声 显得精气神十足 似乎刚刚的大战 并没有消耗他什么力气 在场的高手 原来一共有八人 现在这一时间的交手 徐本良被打飞 伊满川被一拳海底崩打晕 马华骏被打断手臂 扔上了房顶 陈天雷对拼锤法 被震伤内脏 宋安然又被缠得窒息过去 这不出半个小时的功夫 已经有五位高手连续战败 王朝连胜 气势更加攀升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之境 尤其是他刚刚施展的巨蟒缠身的绞杀技 一手死死勒住宋安然的脖子 另一只手肘抵住压迫胸腾 同时身体内靠 以自己骨盆胯骨 撞击对手腰间穴道 两腿内盘缠绕 角住关节 浑身发劲 上下其紧 这一招不是拳法中的打击 去处处透露着鬼秘阴沉的狠辣 和王朝刚刚施展 硬拼硬打 灵活闪现 是大不相同的 这也让剩下的三位高手 心里边更是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情绪 在他们眼里 王朝是更加厉害起来 宋安然武功高强 身体强横 尤其是雄鹰合击施展出来 身体沉稳如老熊 普通的柔术 就算是让他抱上了身 轻轻的一震 对手便会飞出去 但因为王朝本身的功力 就比他高出一线 一谈之下 就算是棵大树 也要被脚脱了皮 更何况是人呢 好功夫 王连云赞叹一声 便俯身下去看 窒息而晕的宋安然 随后用手按了几下 关键的部位 只听得宋安然喉咙里面 咯咯的响了一阵 呃的一声 张嘴吐出一口黏痰 眼睛便徐徐睁开 神采也渐渐清明 宋安然一清醒过来 嘴皮颤动 便对王连云说道 王兄 不要听他虚张声势 他刚刚这一招 鬼秘无比 但是缠上了我的身体 却没有施展按进 就跳开出去 显然是刚刚和陈师傅拼拳 体力也消耗得差不多了 王连云则是凝重的小声 快速的回答 也未必 不管怎么样 他比我们年轻 体力好 又处于重业 就算是受了什么伤 也没什么大碍 可我们年纪大了 已经过了二十到四十 这二十年的巅峰体能 更何况 他的气势 也比我们高出一些 再比下去 情况依旧不乐观 唉 不知道哪里 出了这么一个高手 他年纪轻轻 武功就已出身入化 难道百年之后 又要出个杨无敌 他武功虽高 但离无敌还远 不过今天 我们是不能和他争锋了 王连云说完 便走上前来 眼睛盯着王超 王超看着这个 一拳门的掌门 脸上的肌肉 不经意的抽动一下 怎么 王师傅 也要上来搭搭手 试试我的功夫吗 王连云连连摆手 不必了 我承认你武功高强 有资格开宗立派 不过 这全怕少壮 看来我们这些人 是不服老不行了 今天的事情 就到此为止如何 王师傅 你也不要咄咄逼人 也许等你到了 我们这个年纪 我们的徒弟 也会找你搭手 是功夫的 王连云这番话 还说的真是滴水不漏 把比武失败的原因 往年龄上尽量挂钩 那好 我等着就是了 王超垂下言解 其实王超心里很明白 在场的这些高手 年龄都不过五十 还数重年 并没有到他们说的什么 不服老不行的地步 全师的巅峰 的确是从二十到四十 这二十年的时间 但只要不上五十六十 体力还是能保持得住的 一样能打 尤其是四十年纪以上的全师 经验丰富 比年轻人要可怕的许多 另外 如果再碰到 身通养生道理的全师 不抽烟 不喝酒 不暴饮暴食 不贪色 心情易静 如日月朝起晚落 几十年如一日的修养 那么将体力巅峰全法 保持到五六十岁也不稀奇 在历史上 年龄超过六十 甚至到七十 还能猛打猛杂的全师 也不在少数 虽然知道王连云说的是找场面的话 但是王超并没点破 因为王连云的话里面还有更深的意思 那就是我们的徒弟 迟早会帮我们找回这个场子的 不过 王超并不顾忌 今天这一战 虽说没有打死人 但在场的高手 都是很有身份的人 估计这比武之后 事情就难以善了 哎 今天得罪的人太多了 王超打心底叹了一口气 马处长 我今天只是找你谈工作 拿档案 并不是来比武失手的 至于说我咄咄逼人 我也没有什么话说 我们都是为国效力 只希望今天的事情 只是私人恩怨 不要牵扯到公事上面去 诸位师父教官 如果还觉得要试试 我的功夫 以后可以随时找我搭手 也可以派徒弟过来搭手 我一一接着就是了 马华俊见死 垂下了手 脸色平静的道 你和你同事的档案 我没有兴趣留着 今天的事 的确是私人恩怨 公事私事 我还是分得清楚的 小谭 你带王中校去提档案 钥匙拿着 说完 马华俊丢出一本钥匙 扔向站在门外的国安 十八处的成员 那好 多谢了 王超脱下身上的军装 这套军装 已经在打斗之中 被震得稀烂了 跟街边的叫花子 也差不太多了 尤其是王超的鞋 已全部碎裂 现在就光着一双脚 很不雅观 但他也顾不得那么许多 我下午再过来拿 扔出句话 王超掉头就走 门口的三四十个男女 便自动的让出一条路来 眼看着这位几乎是战神一样的男人 一步步的走到外院 消失的无影无踪 出了门 王超叫了一辆出租车 回到自己住的宾馆 换上一身衣服和鞋子 休息了两个小时 恢复体力 吃过午饭后 又重新来到国安局 提走了自己和林雅南的档案 这次到出奇的顺利 并没有受到一点的阻扰 并且一路上 这些国安十八处的人 看着他就好像看着一头怪物 眼神之中多是畏惧 还有便是一点点的敬重 第101集完